大木本以为自己的心已经不会再有其他归属 直到看了我们的重制人生 蓝毛这小小的身子跟大大的胸怀 瞬间就动摇了 看了一下剧情 哇塞 男主可是在那个安野秀明等人出身的大阪艺术大学念书 而且还要自己做游戏 拍电影 还有这棕毛 红毛 我全都可以 机友嘛 也不是不行 难道这又是一部披着拍电影外衣的党争炒股动漫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这部动画到底会是个怎么样的走向 那且听大幕为各位满满到来 我们的重制人生是由MF文库G发行 著名插画师监督的复制人Alito担当插画 而作者是大名鼎鼎的Gail Game脚本Kiyonacci老师 不过这次跟Gail不同 他写起了校园恋爱清喜剧 还带有穿越元素 我们的重制人生 故事讲述了28岁的游戏制作人乔场工也 因为公司破产而返回老家 看着那些同龄人作品纷纷取得了成功 男主不禁心生悔恨 假如当初没有去一般大学 而是选择就读艺术大学 人生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转眼醒来 这书架上灵芝史摩财道第七卷 山口生老师还在人事 友少 学战都市 游戏人生都还没开始连载 男主意识到 自己是穿越到了十年前 也就是2006年 自己才刚高中毕业的时候 这次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大学 希望未来能有所改变 故事的舞台 大中艺术大学 其原型是大阪艺术大学 这所学校在日本ACG的历史中 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知名的动画制作人 安野秀明 钢田斗斯夫 南亚燕 漫画家岛本和燕 游戏制作人 小泉欢慌等等 都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 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舞台 一方面是为了致敬前辈 另一方面 原作者Kionachie老师 也是大一大的毕业生 并跟随前辈脚步 进入了业界进行创作 这部作品也是在怀念他的青春吧 而男主就是比较经典的 日曼雅萨西人设 平时笑嘻嘻的 可一遇到问题 就会第一时间顶上去 而且因为有十年的经验积累 比一般人 甚至三位天才室友 都老练得多 动画的第一集一上来 就表现出了很多业界悲惨的部分 像是追求无下限的商业效益 导致公司破产的笨蛋老板 或者是上课时老师告诫的 上百名学生毕业后 能进入业界的 只有个位数 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也是男主在十年后的未来 亲身经历过的 值得一提的是 动画第一化的剧情 是夹杂了小说的正传 跟外传构成的 在原作中 男主并没有回到大都市 遇到红毛 然后进行游戏制作 却被公司喊停 再次失去工作的剧情 在第一次回家 看到白金世代 即将共同创作新作的消息后 就直接穿越回了十年前 因此 原作中的第一堂课 就是男主第一次遇到他的时间点 顺带一提 红毛在原作中的出场很霸气啊 因为是印象学科嘛 老师让所有同学 在说完自己的名字后 还要带上自己喜欢的导演 其他人都只爆出了 一两个导演的名字 只有红毛 爆出了一连串名字 还将他们的风格 跟作品娓娓道来 如数家珍 老师见状只能打断他 都给你说完了 其他人还说啥 一看这较真的模样 就是一位超长优等生 顺带一提 宗毛女二说了宫崎俊 导致知识量不足的男主 差点没人说了 而狼毛女主想了半天 竟然说了一位 职业棒球的教练 虽然嘛 按照日语 教练跟导演都是监督没错了 不过你这也太离谱了吧 而在外传 我们的重制人生 V2β中 男主才在未来与红毛相遇 并获得了一份工作 男主也没有穿越到过去 而这份工作 比动画要稳定得多 因为就是纯打杂 他们组 就是专门给其他组上后的 并不像动画中 没有自己的项目 直到男主 捡到了一叠 被废弃的企划书 还听到同事说 好想自己做游戏的感想后 他决定 将脾气古怪的成员们集结起来 开始游戏制作之旅 跟正传的恋爱喜剧相比 外传更多着眼于职场的明争暗斗 而且正传中的三位室友都没有出现 基本都是男主跟红毛的一对一对手戏 现在三卷已经完结 完全没有党争 路线稳稳的 动画第一集 则将这段剧情缝合了进去 而且这集的脚本 是原作者本人 不知道是不是想给原作中 人气很高的红毛加戏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观看本作小说的外传 我们说回正传 男主在选择就读艺术大学后 入住了校外的北山共享住宅 并邂逅了三位 对自己非常重要的室友 这三人 在男主没有穿越的时间线上 都成为了非常知名的业界人士 被称为白金世代 是男主崇拜的对象 哎 都是同龄人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话说三个人刚好跟男主住同间屋 不是动漫 哪有那么好的运气啊 这次有了跟他们共同创作的机会 一定要好好努力表现自己才行 大幕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这三位人物吧 首先是蓝毛智野亚贵 是这个北宅团队中的画师担当 特点是个子矮 脸庞稚嫩 身材很像国中生 但是关键的胸怀却很大 性格呆呆的 除了画画外基本什么都不擅长 而且睡相不好会梦游 给各位观众跟男主发福利 咳咳 说回正题 这位蓝毛在未来 是男主最喜欢的插画师秋导智野 在动画第一集的最后 男主看到了他正在绘制的插画 能够跟自己崇拜的人一起创作 那真的是极大的快乐 而女主后来跟男主 一起加入了美术研究会 两人在相处中情感渐渐升温 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 甚至还遇有一女 小说还没完结呢 怎么连孩子都有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呀 大家别急 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既然带有党争元素 女主自然得有一个对手 这正传里面 红毛基本是路人配角 没啥迎面 那自然就是另外一位室友宗毛了 宗毛是男主团队中的主演 和音乐担当 男主看到他第一感觉 确实是位美女 但打扮上非常像传统的日式辣妹 加上小木这个姓 特别像不良少女 不过性格上其实比较温和 平易近人 但略有点暴力 比如他本人不太喜欢拿姓开玩笑 上来就给了说错话的男儿一拳 看到跟蓝毛沾染不清的男主 直接砸枕头攻击 宗毛的志愿是成为一名演员 但特地找了著名滴滴歌手艾美来配音 那演员自然只是个表象 他真正的目标是成为一名歌手 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导致他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 认为自己是一个阴痴 五阴不全 在一次短片拍摄活动结束 前往卡拉OK庆祝时 大家发现了他的才能 红毛强烈建议他成为一名歌手 而在男主的帮助下 他成功登上舞台演唱 确定了歌手才是他真正向往的职业 宗毛也因此产生了对男主的感情 而男主也确定了 他在原来的时间线上 是男主最喜欢的动漫歌手 Nana 这一窝四个人 女一女二都喜欢男主 两个人名争暗斗的 好像只有男二基友没啥存在感 当光杆司令怪可怜的 其实并非如此 你们还得争最后的归属 我们男二却早已未婚妻两情相悦了 然而这却牵扯出了一些系列的事件 逐渐解开了这本书的真相 陆院四贯之 也就是我们的男二 是男主这个团队里的脚本作家 出生于医疗世家 父亲跟哥哥都是非常出色的医生 父母还给他安排了非常可爱的未婚妻 名叫慈兆四小百合 在小说的第三卷中 这位未婚妻来到他们居住的北宅 为了欢迎她的到来 五人还一起吃了火锅 这未婚妻把男二拿捏得死死的 拿筷子从锅里捞出东西 然后送到男二嘴边 张嘴 啊 我才不累 明明以前经常这样做的呀 啊对了 你想要我来吹吹 你要那样 我绝对不会吃的 最后男二口闲体正直 还是吃了下去 这甜蜜的对话 看得羡煞旁人呢 龚野君 没想到 蓝毛也拿筷子加了点东西 来 吃 男主虽然很害羞 但最后还是吃掉了 而另一边 棕毛正冷淡地盯着这边 奶奶子 为什么那样盯着我们 没什么呀 龚野 我家那里的鱼丸给你吧 没想到 粗意这么浓 男主又紧接着吃下了 棕毛送过来的鱼丸 蓝毛气不过 又加了点东西过来 棕毛跟着气不过 又又加了东西过来 够了 因为完全进入了循环的状态 男主直接强行从阿恩的攻击中逃离 哎 男主不想承受这份罪孽 大木我可以代替你啊 我们说回男儿 虽然是家里人定亲 但这未婚妻跟男儿关系不错 按在一起就在一起呗 可令他抵触的是另一件事 那就是父亲希望他能继承家业 也成为一名医生 然而男儿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脚本家 因此他来到了艺术大学 希望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培养能力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别感 男儿毕竟只是一名学生 家里人直接断了他的学费跟生活费 再加上让未婚妻来劝降 软硬坚实是要带他回家 男儿肯定不从啊 于是就身兼数份兼职 硬是把这些钱都赚出来了 动画第一集 大家看到他上课睡觉啊 真不是他故意的 实在是兼职太多 太辛苦了 可这样的生活还是迎来了极限 男儿因为没有足够休息 透支身体倒下了 得知情况的男主等人 决定制作同人游戏在展会上售出 来为男儿筹集学费 经过了如地狱一般的 公期修罗厂后 男主依靠比别人多十年 积累起来的经验 最终渡过了难关 他们的游戏春空大获成功 男儿的学费有了 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地 继续学习生活了 然而却迎来了故事的转折点 男儿带着男主来到了一所公园 没有灵感而卡壳的时候 他总会来这里转转 但这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我决定不上大学了 男儿让男主他们 把同人游戏赚的钱分了吧 不需要再挽救他了 过去他坚信自己是有才能的 不管是剧本还是小说 只要是写作 他不会输给任何人 就算输了 也有在反败为胜的志气 但直到遇到了男主 他不管怎么努力 都跟不上男主思考的速度 本想着男主毕竟不是作家 在男主左右 总会有自己的位置 但是在这次制作游戏的过程中 男儿的统筹很快就一败涂地 回过头来发现 男主已经把所有事项都准备妥贴 面对这种情况 男儿心生嫉妒 希望游戏能失败 来证明两人没有那么大差距 可游戏成功了 男主将这一切归结于大家的努力 男儿在感觉到救赎的同时 更多的是败北感与绝望 我已经不行了 他感觉到了自己能力的上限 做出了最艰难的选择 放弃 男儿临走前说出了自己想好 但再也没有机会用到的笔名 穿越精一 这是男主在未来最喜欢的脚本作家 然而却亲手毁在了男主手里 这 这就给劝退了呀 男主满脑子想的 都是成为三位天才的助力 想跟他们一起进行创作 可这才没多久就劝退了一个 当场就倒在地上大哭 没想到穿越回了十年前多管闲事 非但没帮到人家 还直接夺走了别人的未来 明明自己在十年后 是个什么都做不到的废物 只是单纯多了十年的经验罢了 故事到这儿 还怎么演得下去呀 其实不仅仅是男儿 在机缘巧合之下 男主穿越到了这个世界的十年之后 在这个未来 男主事业有成 跟红毛一起在同一家游戏公司上班 成为了一名知名的游戏制作人 而大家前面看到的 男主跟狼毛的女儿 也是在这条时间线上 没错 男主跟狼毛女主结婚了 还有了孩子 跟过去不擅长家务相比 蓝毛现在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把家里打点得非常干净整齐 这家庭幸福美满 工作顺利 男主活脱脱的人生赢家呀 已经没有什么好不满的了 男主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了想要的生活 这不都挺好的吗 对了 支柜申请夏季CM了吗 还是得先找好售货员才行 在男主的记忆里 十年前的那个蓝毛女主 除了画画什么都不会 但同时画画 也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龚野君 你说什么呀 我不是早就放弃了吗 画画 男主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而蓝毛沉默了一会儿后 露出了温柔而悲伤的表情 已经没有什么想要画的东西了 男主无力地坐下 温暖的世界瞬间坠入冰窟 之后他进行了查证 男二虽然没有当医生 但也没有继续从事写作 而是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并与未婚妻结婚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原本应该有百万读者的男二 现在却在写只有几十浏览量的医院博客 之后看到综毛以Nana为标题 唱着脚柔作作的歌的低人气直播间 本以为即使如此 他还在坚持 没想到点进去第一句 就是宣布 这是他的最后一次直播 之后将放弃歌手的工作 因为男主的穿越 三人全部都放弃了创作活动 变成了普通人 男主感觉是自己夺走了他们的未来 满脑子都是负罪感 而最后激励他的 是红毛 他抓着男主的胸口叫喊着 说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没必要把一切都看成是他的责任 实际上 还有人因为男主的努力 才走上了创作之路 原本已经陷入绝望 认为自己的存在就是个错误的男主 再次提起了努力的尽头 并获得了回到过去的机会 在跟未来的蓝毛 以及女儿道别后 踏上了新的旅程 这次 他要选择一个大家都能幸福的结局 想必大家都没想到 这看着是个恋爱清洗剧的样子 竟然会有这样的怒头展开 不愧是Gail接来的大佬 写起故事来一套一套的 小说里让大幕最为动容的 就是对创作者们真实情况的描写 男主一开始只想成为天才们的助力 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创作者 但正如作者在第三卷后继中说的 创作就是一种妥协 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只有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赋予作品价值 而因为商业 有些人妥协坚持下来 有些人无法妥协就放弃 也有人另辟蹊径 独立于商业进行创作 这种业界百态 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清小说嘛还是人物优先 虽然蓝毛在一条时间现赢了 可谁知道作者会不会峰回路转呢 总之大幕非常推荐大家观看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幕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动漫解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